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掌握成功演说的秘诀成为今天职场好员工必须具备的一项本领 那么在不同的社交和商业场合下如何做到充满自信挥洒自如 艾莫老师及多年演讲实践经验 并结合职场工作要求从如何克服演说恐惧症入手 对成功演说的各个要素进行了全方位的示范 艾莫老师授课风格生动幽默 课程内容实用性极强 让您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成功演说的方法与技巧 从而提升个人形象和能力 成为最适合企业发展的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全球最具国际化经验的华人培训大师 系统创富教练 无计旗馆顾问 他是一位资深的旗馆顾问 是华人咨询及教育培训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2010年5月份 他的作品做最有用的好员工 让新员工更好工作推出后 得到了企业各企人员的热烈追趴 上市两个月内销量突破一万套 位居音响产品排行榜首位 他的演讲靠人心弦 震撼人心 无论是培训课堂的精彩演练 还是论坛现场的现身说法 都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他也是一位成功的系统运作实战专家 将信念与智慧 拨色到千万人的心田 为其硬核组织导入系统 帮助企业高速成长和稳定发展 尊敬的各位想在职场上做一个金牌好员工的朋友们 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如何做一个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其实我们知道 当你进入职场的第一天 就拉开了你人生的一个序幕 这个序幕呢 让我们从亲缘 血缘交际圈 从地缘交际圈 进入了第三个人生最重要的交际圈 这叫组织交际圈 但是随后呢 你还有一个业余交际圈 还有一个舆论交际圈 那么在你人生五个最重要的领域当中 组织交际圈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边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在这里边要达成自己的目标 我们在这里呢要获得一个经历保障 让我们的家人过美好的生活 同时呢 我们要在这个成功的舞台上 来建造我们自己的事业 而今天在职场当中 那些进来的朋友 首先想到 这个公司给我什么样的待遇 我每个月能拿多少钱的薪水 我这个公司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职位 这个很多人进入职场想到了 但是各位没有想到 当你进入职场的时候 你的主管 你的经理 老板他想的是什么呢 他在想 经过应聘的时候 这个人有没有像我事先想的那样 很能干 很聪明 很智慧 很听话 很努力 并且呢 如果把他放在销售的部门 他能够很好地把产品卖出去 如果把他放在行政的部门 他能做很好的管理 如果把他放在领导的部门 他能带领整个团队朝到正确的方向走 所以今天当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 员工的心智模式 跟老板的心智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在我26年 跟企业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老板今天想什么 我们非常的清楚 老板今天看员工看什么 我们也非常的明白 那么今天从员工角度来讲 我们来到一个单位 来到一个公司 来到一个企业 我们追求什么呢 不外乎追求三件事情 第一 待遇 各位同意吗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公司 希望得到一个很好的待遇 待遇包括我们的基本工资 包括提成 包括年终的奖金 甚至包括分红 有的呢 将来公司上市还能够得到股票期权 有的呢 还有各种个人保障的医疗的保险 或者养老的保险 这是每一个员工进入一个组织 他最想得到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是待遇 但如果光有待遇 在这公司里边你很受气 人际关系不和谐 有的时候呢 碰到一个非常严格的领导 让你每一天不开心 各位 那样你的工作起来会不会愉快啊 也不会愉快 因为物质啊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的说 只是最低的一个层次 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而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爱的需要 朋友之间在一个家庭里边 组织当中会得到一种温暖 而第四个是什么 就被尊重的需要 第五个才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得到个人极大的发挥 所以今天你进一个组织当中 第一位的就是待遇 第二位的是什么呢 就是成长 我们能在一个文化的氛围 在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当中 在一个非常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里边 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从学校里边出来 或者从来没有在职场当中工作经验 带着一份恐惧 带着一份猜测 带着一份怀疑 带着一份不自信 甚至自卑 如何在职场当中成长为一个 让同事尊重你 让领导重用你 让家长对你放心 让兄弟姐妹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样的好员工 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 所以在一个组织环境当中 除了得到一份薪水 除了得到一份好的待遇 最重要的还要获得成长 各位同意吗 同意 而第三个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从一个小小的职员 成长为一个部门经理 你从一个一开始进入这个工作职场当中 每天不断的犯错 挨骂 挨批 挨罚的这样一个心境的员工 成长为一个非常熟练的员工 是一个部门的主管 所以成为了经理总监或者更高的职位 但是如果你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我相信各位也不会开心 各位同意吗 所以今天你进职场 你求的是什么 第一 待遇 第二是成长 第三是什么 尊重 那么你想要的东西 那我请问各位 老板想的是什么 你要想到老板想的 我凭什么给你这个待遇 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今天每个人都想从公司里面拿更多的公司 得到更多的薪水 做生意的人都想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今天如何能得到 他说有一个理论你一定要记住 叫市场交换理论 你想从公司里得到什么 你想从单位里得到什么东西 你想从市场里面赚多少钱 你首先想到我给了他什么 各位同意吗 所以整个市场是个交换理论 你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你要给他很多东西 他这个交换理论 那同时呢 他会讲了第二个理论 他说大家都要赚钱 赚钱都往右口的里面放 希望右口里的钱越来越多 但如何让你的右口里的钱越来越多呢 那最重要的是 赚钱是一个杠杆原理 你要有个支点 要有个足够长的杠杆 而且在杠杆另外一头 要放上足够有分量 有质量的东西 能够跳起这个金钱 那就是说你在左口的里面 一定要放东西 我左口的放什么呢 我左口的要放投资 投资你的时间 投资你的耐心 投资你的信心 最后投资你的金钱不断的学习 我通常放多少比例啊 他说比如说你这个月赚100块钱 你至少要拿出5块钱来放到左口的里 来提升你自己来不断的学习 那个时候才知道 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一个秩序成长的过程 原来我们以为在上大学的时候 学完之后终于轻松了 各位还记得毕业的情景吗 把书本方面放 书本方面放 走向职场的时候 想到我就是工作 结交更多朋友 然后用夜夜时间去玩 想做什么做什么 终于离开那个可怕的老师 那个讨厌的老师 但是各位没有想到 其实离开学校的时候 才是你学习真正的开始 所以这老师跟我说 他说你今天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你左口在里边要放东西 要投资学习不断的成长 其实当你离开学校进入职场的时候 就开启了你人生终身学习的第一页 所以今天有了左口的投资 你右口的越来越多 那么今天老板想什么 老板想我凭什么给你这个待遇 老板想到我给的你每一分钱我要值得 如果不值得 证明他错了 如果不值得公司不会有盈利的机会 如果不值得公司的成本会逐渐的增加 如果公司不盈利 员工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 有没有 一定是没有的 所以老板第一个想的就是 今天我给你这个待遇 你能不能够做同样的贡献 第二 我如何给你提供一个成长的机会 我请问各位 今天你成长为企业的中间力量 你今天成长为企业的动良之财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你高不高兴 高兴 为什么你高兴呢 所以你成长得到了我们第二点的满足 但如果今天你成长之后 你跑到对面那家公司 竞争都想到公司 跑到别的公司 老板高不高兴 老板不会高兴 因为老板对你付出心血培养你 正如父母培养一个儿女 培养长大 长大成人之后他不孝敬 他不回报父母 他不感恩父母 父母会非常伤心 老板也有这样的心理 所以在第二个过程当中 你成长的时候 一定要感觉到 是这个企业给我的机会 同事给我的机会 老板给我的机会 客户给我的机会 于是他成长的光当 老板是花出心血的 所以老板会想到 我这个投资有没有所回报 就像今天父母一样 养育了儿女 回报不仅仅是 儿女把钱拿回来给他 更重要是一份孝顺之心 那第三呢就是尊重 尊重是相互的 请问各位 今天如果你不尊重老板 不尊重同事 不尊重主管 他们会不会尊重你 他们也同样不会 尊重是一种相互的 所以今天我们到职场当中 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 员工的心态 跟老板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员工想得到更多的待遇 想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而老板想的是 我凭什么给你这个待遇 所以你得要贡献这个组织 贡献这个企业 老板想的是 我给你成长一个环境 成长之后 你会不会继续为我这个组织 为我的团队 为我的企业服务 老板想的是 今天我给你尊重 你能不能在一个 互相尊重的环境当中 能够遵守一些规则 那么从这一点来讲 其中在职场当中 就需要你具备 最重要的五个方面 第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的态度 老板看员工看什么 无非看着五个方面 第一 你的态度 你心态要调整 从学校 作为学生的身份 调整成一个什么 在职场当中 做员工的心态 这个转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 八年后九年后 赶上了独生子女 这个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代的 成长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这样的经历 父母宠着你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宠着你 周围的环境可能宠着你 但在一个职场当中 没有人宠着你 所有的证明都靠你自己来完成 所以有个心态的转变 还有一个 从学习的心态 要转成工作的心态 工作的心态跟学习不一样 你每天拿书本 你的主管不一定开心 老板也不一定高兴 他要看到你那种为企业 为客户工作创造价值的那种状态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看什么 看你的人品 在一个企业当中 不仅要用好人 更重要的要用能人 但首先这个是一个 组织定义当中的 相对的一个好人 可能跟所有的好人不太一样 在组织当中 可能你要忠诚这个组织 在组织当中 你要以最小的成本 创造最大的绩效 在组织当中 人们是需要一个 创造一个和谐人际关系 塑造一个很好的企业环境的 这样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 要塑造你的职业的人品 第三个是什么 老板要看你的性格 今天老板最不愿意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看中的两个人闹矛盾 各位同意吗 有的时候老板没法协调 你看这个人很能战 很好 这个人很敬业 很优秀 现在两个人闹矛盾 老板要从前协调 有的时候 这个人走了 老板受损失 这个人走了 老板也受影响 所以今天他需要你什么 他需要你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 和谐的人际关系 取决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你个人的性格特质 有的人性格很外向 他喜欢说 跟别人见面的时候 总是夸夸其谈 口若贤 和滔滔不绝 倒挂长江 但这个人呢 比较严谨 他喜欢思考 所以两人在一起都是好人 但是因为性格的关系 两个人可能会有矛盾 所以今天性格的特征 在职场当中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性格不合 不了解别人 不能认识自己 也会产生矛盾 那么第四个老板看什么呢 老板看你敬不敬业 所谓的敬业 不仅是付出时间在这个企业 不仅仅今天集中精力 完成你首次工作 更重要的敬业是一种精神 这个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而最后一个 第五个就是你专不专业 如果今天这个人心态很好 人品很好 性格很好 又非常敬业 但又做起事来不专业 老板也不喜欢 所以今天你进入职场当中 这五个非常重要 而在所有这些能力当中 这三项就更加重要 比如说我们对待一件事 首先要想出来 如果今天没种想法 让你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做到也是偶然的盲目的 第二个要说出来 表达清楚 第三个才是做出来 那么在过去的知识的结构当中 一个组织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在二十多年前 在一个职场当中 老板最喜欢能做出来的人 这个人干活很踏实 而且沉默寡言 这时候老板很喜欢 不多事 闷头干 踏实肯干 还有一个称语叫任劳 任怨 这个很好 任劳任怨就是 我拼命的干活 而且自己很少埋怨 也不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这个任劳业 老板喜欢 所以以前的人才的评估标准 第一个是喜欢会做的人 第二各位没有发现 如果你在一个机关 在一个单位 或者在一个公司 会写的人会不会吃香 很吃香 因为他会写 有的时候领导找 你写发言稿 有的时候他需要你 说是你帮我写一点东西 这时候老板特别喜欢的 所以第二类的就是会写的人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才是会说的人 第四个才是会想的人 但是今天的人才类型不一样了 各位请问 在苹果手机发明之前 是先有设计师想到 一个整个的蓝图 要设计什么东西 还是这个工匠 把它先做出来的 一定是先想出来了 各位同意吗 今天我们公司想卖一个产品 比如说如何销售的产品 要这么好的产品 让顾客认识到 要这么好的服务 让顾客体会到 我请问各位 是他先做出来 还是先设计出来 先想出来 一定先想出来 所以今天企业需要什么 需要要先想出来 想的人在企业当中 可能会占有一席之位 可能会占有重要的位置 就先想出来 然后怎么样 然后还要说出来 如果今天在大型的商场当中 如果你作为公司的一员 你要报告一个公司的新产品 你要讲解一个公司的新的服务的策略 你要说明一个新的项目 请问再次的各位 如果你不说出来 别人能不能认识到 别人是因为你想的东西很好 说得很明白 基本上接受的东西 跟你合作产生购买行为 各位同意吗 所以还要把它怎么样 说出来 最后怎么样 说到还要做到 想到了 然后说到了 最后不做也不行 那么之前和之后 还有个写出来 之前要写报告 之后要写总结 所以今天在想 说 做 写 四项职业技能当中 已经重新排序了 而在所有这些能力当中 我们今天特别的跟在座的各位 想在职场当中 得到成功的 职业生涯的员工 来探讨两个最重要话题 一个是说 一个是做 那么谈到说呢 我们要谈到说的这样一个学科 有的叫演说 有的要演讲 有的要口才 那么今天口才跟演讲演说有什么区别 演说和演讲 这两个词呢 只是用法不同 从某个的印象上说 它代表公众演说 公开的场合演讲 那口才意味着什么呢 口才意味着两个人沟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人很有口才 这叫口才 跟另外一群人互相交流的时候 这是口才 所以口才呢 就有沟通当中 日常生活 运用你语言的能力 这是口才 而演讲呢 是指在公众场合当中 面对一群青众 就某一个专题来发表讲话 竟然上升了演说的能力 它要以声音 要以内容 要以你的体态来表达 那么谈到演讲 我请问再次各位 经常有上台演讲经历的朋友 举手确认一下 第一次上台很害怕的举手确认一下 从来没有上过讲台的举手确认一下 你看举手最多的 就是第一次上台很害怕 为什么今天你上台很害怕呢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上台 幸亏啊 这旁边有个桌子 我可以躲在桌子的后面 然后呢 我这个腿啊 在那颤抖 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讲的时候呢 在台下想的好好的 结果到台上呢 就忘词了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场合 比如说你刚入职 刚到这个部门 然后呢 这个领导组织一个会 说欢迎会 说我们请新来的小张同志 讲两句吧 这时候对你来讲 是特别痛苦的时刻 有时候恨不得啊 你打死我都不上台 所以全人家做了一个统计 在人类的恐惧当中呢 排在第二位的是死亡 排在第一位的是登台演说呀 所以日本的前首相 田宗脚勇啊 他上台讲话的时候呢 有一次晕倒了 还有英国的前首相 丘吉尔 有一次呢 在台上讲话 也是晕倒了 所以演讲 不但对于普通人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演讲当中 你为什么会紧张呢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叫他人在场理论 也叫评价理论 比如说我们几个人 在这做一件 非常简单的工作 比如说挖土 把土挖上来 如果就我们几个人 几个男生 如果挖土的话 在这漫不经心的 这样去挖 但如果我们旁边站了几个 我们比较在意 他们评价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领导 或几个漂亮的女孩子 我们挖土的速度 会怎么样呢 但假如我们今天 做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的复杂 这个时候 又有几个 我们在意评价的领导 或者有几个 我们看中的人 站在我们旁边 看着我们 等待这个结果 这个时候会影响 我们的效果 所以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当人们做一件 熟悉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有他人在场 会增加你的绩效 但如果我们做一件 复杂的 自己担心 不能完成任务的 这种情景下 如果有他人在场 会影响我们的绩效 也就是说 今天演讲 为什么会紧张呢 是因为我们今天 登台演说 是在做一件 我们平时 不熟悉的工作 不熟悉的行为 所以你会担心 别人的评价 第一 担心自己讲的好不好 第二 担心别人怎么看 对吧 所以今天 当你担心别人 对你有评价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影响你的表现 这是第一个 演说恐惧症的原因 第二个 大多数人都是坐着讲话 平时聊天的时候 坐着讲话 但是今天你突然站起来 体位调整 你从坐着讲话 变成站着讲话 站着思考 大多数人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今天 当你变换体位 站着说话 站着思考的时候 又进入一个不熟悉的 一个行为当中 所以会产生恐惧 所以我们把这个病呢 叫做 演说恐惧症 演说恐惧症呢 这个病人呢 是怎样表现的呢 从猫中间说 属于一种 得病的状态 演说恐惧症的表现 第一个 首先是心理紧张 人心理紧张 会引起整个身体机能变化 它会分泌激素 比如说肾上腺素 那分泌多了 它会作用到身体的每一个系统 它作用到心血管系统的表现 什么呢 心跳加快 血液迅速涌变全身 各位第一次灯台演讲的人 会有这样的感受 觉得心啊 跳到这里来了 有吗 有的人说 哎呦 我这心怎么跳到嗓子眼 这里来了 就感觉到心跳加快 所引起的肌肉抽动 传递到这里 你感觉到心跳 第二个表现 就是血液迅速涌变全身 各位没有感觉到脸发热 有没有 先是发热 后来要凉了 就出了一身冷汗 有没有 因为你发热要散热 散热要吸收体内的能量 所以呢 又出了一身冷汗 手脚冰凉 又能上台 就是心血管的作用 作用到这里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作用在肌肉系统 正常想象我们的肌肉系统 收缩书章是受意识支配的 也说恐惧症的人呢 他的肌肉收缩书章 不受意识支配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抖的情况 腿也在抖 手也在抖 有的人讲话说手也在抖 有的人这也在抖 里面声带也在抖 就发现他的声音呢 变形了 说话呢 嘴都瓢了 书语说瓢了 就嘴呢 不在形状了 就都做在肌肉系统 颤抖 这还不可怕 最可怕是做那神经系统 做那神经系统 平时想的好好的 突然上台忘词了 我们这叫思维中断 还有的上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满脸憋得痛红 说了一句对不起 下去了 那个是比思维中断 更加的严重 叫思维空白 大脑一片空白 而且出现悬晕症状 那是血液系统 跟神经系统的交合作用 然后一看就下台了 所以眼说恐惧症 首先引起心理上的变化 然后是生理上的变化 生理上的变化 你拿着麦克风都抖 然后这流汗 然后又发冷 那肯定再次引起心理的变化 心里想 完了 这下多丑了 这下砸锅了 一下子 我这个人就完蛋了 机会就失去了 因为有些重要的场合 就看你这次演讲 各位同意吗 有些重要的场合 就看你这一次表现 那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东北话有一句叫掉链子了 对吧 就你该你做的时候 你没有做成 那个感觉啊 心里面是非常失落的 所以第一次演讲 各位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这个感受原因是什么 是有演说恐惧症 那如何科夫演说恐惧症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从病根上找 是因为他人在场理论 评价理论 人们在做不熟悉的活动的时候 会担心别人的评价 进而呢 自己发生紧张 那就很简单 我们把不熟悉的行为 变成熟悉的行为 就可以减少这个紧张 各位同意吗 这第一个 所以演讲 如果说有秘密的话 就是反复练习 还有平时培养 站着思考 站着说话的能力 在各种场合当中 把握所有的机会 如果要你说 你就讲 如果要你登台 你就上去 但你平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怎么样准备一篇好的演说 我们随后再做探讨 那首先我们要想到 其实演讲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平时你不熟悉它 当你练书之后 从一开始担心 别人的评价 不敢上台 经过我们很短的时间培训 这个人变得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侃侃而谈 倒挂长江 所以很多人说呢 爱玛老师 上了你们演说一口才 培训班的人 那是我们20多年举办的 最知名的培训班 他这些人太能讲了 讲得我都有点烦了 所以你能不能办一个培训班 叫闭嘴培训班 所以后来我们才办 交际与口才培训班 就是说什么场合可以讲 什么场合不能讲 所以后来才办 也就是说 今天大多数人呢 这个演讲经过培训 都是能够得到改变的 所以各位有没有信心呢 有 那如何克服演说恐惧症呢 一个最重要就是 把平时不熟悉的行为 变成熟悉的行为 第二一点就是培养 站着思考 站着说话能力 第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反复练习 这是演说恐惧症的病根 和给你的药方 如果这样做 那么将来你会感到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高兴 如果今天领导跟你说 小张 我明天呢 有一个产品的说明会 那你呢 是辅助产品的部门 你对产品很了解 那明天呢 请你做一下产品说明 如果今天你听了我的课 再有这样的机会 你还不害怕 你不会害怕了 因为你觉得你害怕 也没有用啊 因为领导给你一个机会 正是你表现的时候 各位同意吗 你就会知道 我会紧张 但是我如何克服紧张 第一点 就是要了解 演说恐惧症的原因是什么 它不仅是 你自己拥有 别人都拥有 连首相 总统都会这样 普通人一样 每个人上台都会紧张 一个必经的经历 你要经过反复的练习 然后培养 站着思考 站着说话能力 各位请问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今天要想能够讲好话 首先要了解 我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平时 我请问 你跟朋友之间 跟家人之间 跟熟悉的人之间 你说话紧张吗 通常来讲 不紧张的 你看你说的 可以侃侃耳谈 滔滔不绝 那为何你上来 就紧张了呢 为什么今天一个正式场合 你就紧张了呢 是说明 那是一个熟悉的行为 跟不熟悉的行为的区别 那平时那些很能说的人 为什么到一个正式场合当中 轮到他说 他就说不到点子上了呢 为什么平时侃侃耳谈的人 到最后一个公众的场合 谈话的时候 他就说不出来了呢 所以很多人呢 不了解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话 朋友之间聊天 或者小组讨论 或者公开发表演说 或者今天面对顾客 介绍一个产品 介绍一个服务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各位请记住 说话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提供知识跟信息 如果今天你说话当中 不能给别人提供有效的知识跟信息 我们宁愿不说 等于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各位同意吗 所以今天你要想到 我今天说话的时候 我给之前提供哪些 有价值的知识 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这个场合 不管是平时吃饭 朋友聊天 还上海演讲 这都成为你说话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第二 提供知识跟信息 不是增进目的 要达到第二个目的 叫做增进共鸣和了解 让他认同你说的话 哦 我听到这件事情 我感同身受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知识 这是我从来不了解的信息 我有同感 所以说话的第二个目的 叫增进共鸣以了解 那么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 要唤起他的行动 比如说今天你做一个产品说明 你讲完产品讲的再好 如果顾客不买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今天你提供的服务 讲的再好 顾客不接受你的服务 请问各位没有用 没有用 今天你做一个沟通 协调同事这样的关系 两个人闹矛盾了 然后你做一个劝说式的这样的一个演讲 或者做这样一个沟通 讲完之后 两个人矛盾加深 更加激化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最后要达到 你想达到的效果 叫唤起行动 所以说话呢 只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提供知识和信息 第二个就是增进共鸣和了解 第三个就是唤起行动 这是我们说话的三个目的 那当了解了讲话当中 每个人必须克服的恐惧 又知道了说话的目的 就开始讲 不管是平时的口才 沟通 还是我们上台的公众演说 那么讲的时候要了解 一个好的演讲 通常的结构是什么 包括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演讲的文字语言 它是演讲的内容 第二就是演讲的有声语言 包括你的声音音色 包括你讲话的磁性 这都是声音来决定的 第三个就是演讲的体态语言 有的老师叫态式语言 英文叫body language 叫身体语言 那么像这些都是演讲当中 最重要的三种语言 第一是文字语言 第二是有声语言 第三个是体态语言 有的人叫态式语言 那么今天三种语言当中 对听众所产生的影响 占多大的比例呢 有人经过测算发现 文字语言只占7% 各位可能觉得 那讲话内容很重要 当然重要 但如果不配合有声语言 不配合体态语言 你这个作用非常的弱小 所以在整个演讲效果当中 只占7% 第二有声语言呢 经过统计占整个影响力的38% 而另外呢 55%是体态语言 那什么是文字语言 就是你讲的说话的内容 你的内容丰富丰富 内容是否真实 内容里边呢 有没有真正有价值跟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什么是有声语言呢 是你声音的声调感 什么是声调感 就是声音的高和低 还有你的节奏感 这种节奏很重要 有的老师讲话的时候 就是一个调子 一会儿那人就烦了 睡觉了 要有一个节奏 什么时候高昂 什么时候低沉 什么时候平骨直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你的节奏感 第三个速度感 有的时候你要放慢速度 有的时候语速要加快 尤其排比的时候 语速要非常的快 接下来就是体态语言 什么是体态语言呢 是指一个人的 意表 风度 表情 眼神 眼神 手势 姿态 动作等 无声语言 我没有说话 对吗 但他为什么站起来呢 我用的什么语言 我用的体态语言当中 手势当中的指示手势 我让他请他站起来 然后请他坐下 你看 体态语言会不会说话 也会传达知识跟信息 然后增进公平的了解 最后呢 能够唤起他的行动 你看这也是一种语言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体态语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解 首先是意表 对一个演说者 或者在职场当中一个员工 请问各位 你的意表重要不重要 要不要修饰一下你的意表 比如说你的头型 比如说你的发饰 比如说你的面部 比如说你穿的服装 要不要修饰一下 在职场当中 要符合你的身份 符合你的行业 符合这样的环境 你比如说做IT行业的人 他们的穿招 经常的风格是什么 自由奔放随意 但又不轻浮 对吗 那搞文艺的 那些人穿招怎么样 夸张 时尚 前卫 对吗 暴露 对 还有暴露 对吧 因为在这种场合当中 那今天如果在机关 这个招装什么样 正式 显得非常的正式 这是最重要的 正式 正规 那今天学生的招装怎么样 很朴素 对吗 所以每个场合每一个角色 招装都不一样的 跟行业有区别 所以在你那个职场当中 意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演讲当中更是如此 如果今天你面对的对象 如果不接受你这种 意表招装打扮 就会引起听众和观众 他额外分散注意力 引起他的猜这个想法 他觉得你跟他不是一样的人 所以在穿招当中呢 必须要符合当人的行径 所以你的意表 不但是你的招装 包括你的发饰 包括你整个给人家 整体的服装搭配的感觉 这非常重要 表情重不重要 表情非常重要 表情呢 有的人演讲就一个表情 怒刮脸 从开头叫结尾 有的人苦刮脸 从开头到结尾 有的人呢是鲜花脸 像一个怒放的鲜花 从开头到结尾 其实表情在演讲当中非常重要 讲到快乐的事情 你要像一个怒放的鲜花 评估继续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平和 讲到愤怒的时候 你也会触眉目目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表情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跟上你的文字语言 所以一表 风度重要 风度包括什么呢 你走路的知识 代表你风度 代不代表 你看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呢 就你看到觉得很别扭 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呢 他一看很潇洒很有风度 他的举手头足都会显示一种力量 一种气质 所以一表表情 眼神重不重要 那么作为一个演讲者 眼神通常看到哪里 比如说在公开演讲当中 演讲啊 眼神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演讲者的眼神 一定要跟听众交流感情 对吗 我们说眼睛是什么 心灵的窗户 他传递你的信息 要跟大家交流感情 演讲呢 通常你落点 要落在 整个会场当中 三分之二的位置 就是从你这开始数 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但是你演讲当中 目光要跟不同的人交流 比如说讲到这里 这个人可能非常认真听 跟你有互动 他跟你产生了共鸣 那你多看他几眼的时候 你会获得信心 对吗 那这个人呢 他也在注意听 你也照看一下他 比如那里边那个角落 你也看一看他 否则你整个演讲当中 那个死角你一直没看 他会有意见的 那个盲点你一直看不到 他对你有想法的 所以每个人都照顾到 感觉你是跟他们所有的人在讲 交流感情 但不能固定某一个地方 就对他讲 你看他就是微笑 他就喜欢听我讲 所以我一直看着他 就跟他讲 我看着我高兴 我看着他讲下去 我看着我就看看是谈 掏掏不绝 倒挂长江 口热闲 唇枪舌剑 最后别人有意见了 对吧 所以不能只是 看着某一个点来讲 所以眼神有很多作用 那么在演讲当中 眼神呢 不要看着天棚 有的人呢 演讲时候看着天 有的人看着地 有的人呢 看着稿 要真正脱稿的眼说 是不能够看着稿的 各位同意吗 同意 有的人呢 不知道看哪里 眼神 犹豫不定 反正就是不敢看大家 那么我们平时谈话沟通也是一样 这个眼神要落在哪里 是看额头 还是看哪里 这个很有意思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离他太近的时候 如果一直盯着他 对方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 对不对 特别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心理学家研究 那叫亲密区啊 因为你是一个跟他没有亲密关系的人 如果你进入亲密区 你眼睛还要盯着他 就会引起对方的想法 他觉得不舒适 了解了吗 所以眼神很重要啊 一见钟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眼神呢 有这种情况吗 两个人都蒙着遮掩布 然后在一起站了三分钟 两个人就一见钟情了 会吗 那种很少 那要特异功能啊 大多数人一见钟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眼睛心灵的窗户 所以你在谈话当中 要不要你的眼神呢 要表达你的关怀 表达你的理解 表达你的共鸣 表达你的参与 要不要 所以平时的眼神要不要练呢 我们叫像有什么 心声 一看这个人就长得很凶 有没有 因为他平时心里面想的东西就会表达出来 所以眼神也要练习对吗 那么今天你看动物的眼神也是不一样的 我请问各位 你今天看蛇的眼神跟看马的眼神你的感受一样吗 不一样 你看蜜蜂的眼神跟看苍蝇的眼神一样吗 你看同样一种眼形都不一样啊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会都有判断 都有感觉 各位同意吗 你看整个演讲当中它运用是一个综合体 意表风度 表情 眼神 手势 到了手势就更加重要了 那么今天呢 我是拿了一个麦克演讲 所以我更多的是做一个单式的手势 什么是单手呢 一个手在做 单式手势 双式手势呢 就两个手在做双式的手势 那手势呢 有出势 有定势 有收势 这个在演讲当中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你演讲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看出势 在座的各位定在这里 我们都想了解 你看整个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想了解 你看这是出势 然后这是定势 然后这是收势 对吗 所以手势当中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演讲是一种社会 实践活动 演讲不是舞台艺术 演讲跟朗诵不一样 演讲跟播音主持不一样 演讲甚至跟讲课也不一样 真正的演讲的手势 跟朗诵是有区别的 你比如朗诵手势怎么运用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你看你可以这样对不对 你要演讲这样 就觉得有表演的色彩太浓了 对不对 如果演讲说的话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其实今天每个人都有爱国之心 你看这就是演讲 要朗诵呢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国之心 各位你看到他的区别了吗 所以今天在演讲当中 他这种社会实验活动 他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不是纯的舞台艺术的表演 当然演字当头有演的色彩 但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假 所以在首饰的配合当中 你的初饰定饰收饰要非常的自演 朗诵当中你可以看首饰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你可以看着首饰 但是在演讲当中 我们的首饰配合里边 你不一定非得跟你首饰走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你看我可以看这 守在这里 但你身体会跟他一起动 所以今天在首饰的运用当中 非常的重要 单式首饰 服饰首饰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大家 我们在座的各位 要我们团结起来 要我们一起努力 但是今天如果你上台演讲 拿麦克的时候 单式首饰比较多 因为如果你 极大限度的 把你的首饰发挥的时候 有的时候听众会听不到 因为你的麦克会离开一定的距离 因为手里吃麦呢 要跟你的声音传达 保持一定的有效的距离 那么首饰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 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各位请记住 凡是向上的 凡是向内的 凡是向前的 这个首饰都是表达积极和肯定意义的 比如说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各位团结起来 同志们 冲啊 你看这都积极的肯定的意义的 凡是向下的 向外的 向后的 都是消极否定意义的 同志们 冲啊 能冲上去吗 各位了解了吗 你冲都冲不上去 为什么 因为他手势不协调 你比如说 什么意思 帮我翻译一下 否定的 消极的 出去 你这个败类 对吗 没有一个人帮我翻译 我赞美你啊 奥运冠军 没有 为什么手势不协调 了解了吗 所以你平时做手势 你要了解这个含义 凡是向上的 向前的 向内的 都是积极肯定意义的 凡是向下的 向外的 向后的 都是消极否定意义的 所以这样各位就了解 单式手势 服式手势 手势有出势 有定式 有收势 而且手势 出势定式跟收势的时候 一定要跟你的文字语言 有声语言配合上 比如说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你看 就落这个点上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落这个点上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出早了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出晚了 各位了解了吗 你哪个字 落在哪个地方都非常重要 你看有的人眼睛很协调 就他的整个的 意表 姿态 表情 眼神 手势 姿态 动作 等无声一言 都配合的非常好 各位同意吗 所以手势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平时讲话当中呢 可以多用一点手势 练习的时候都无法 但真正演讲当中 手势要适当 比如今天我讲课 我讲的是能说会做 我们讲到说的时候 我可能多用一些手势 大家互相的讨论 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理解 但如果正式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 手势是确定 手势不宜太多 比如说每说一句话 有的人都这个手势 都这个手势 都这个手势 这就相当于你有声语言的啰嗦语 口头禅 是吗 是这样的 是吧 这是体态语当中啰嗦语 因为你不表达任何含义 你看每说一句话都是这样 你看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公司 就是这个季度 我们有很多的人 就是有很多人做的不好 那么我们下一个季度呢 我们如何完成这个目标 你看这变不变得 对不对 有的人说还有习惯性的动作 这个月 我们的业绩有所下降 但下一个季度 我们如何要力争上游 这对于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各位了解了吗 比着在这天天在那翻账本好多了 对不对 啰嗦语言 所以手势当中 在运用当中 是有很多学问的 那么手势的幅度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像这样的场合 我们有200人 这个手势幅度可能会大一点 让后面能看到 如果在体育场当中 也像我发表4000人演讲 在4000人的会讨演讲 那个手势要大一点 幅度大一点 这样后面能够看到 如果你在这这样做手势 这样做手势 这样做手势 后面都看不到对吗 但如果今天你面对的顾客很近 比如说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比如说两个人讲话的时候 你们讲话 这是公司的 必须这样做 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恐不恐惧 还不害怕 我们必须这样做 如果今天不这样做 我们就会灭亡 就会消失 我们不要再等待了 你看这就没关系 因为你不害怕 离你远着呢 我就失手 我也打不到你 但如果两个人动作 你就不能够太强硬 不能够手势太多 幅度太大 有攻击感 各位同意吗 这个人会感觉到被侵犯 所以在语言沟通 在人际关系 在各种场合 要注意你手势的应用 要掌握好它的幅度 那么一般的女性来讲 这个手势呢 做起来的都比较平缓 但温柔 但是必须要显示 有一点点力度 不要缠绵到像跳舞一样 像表演一样 因为你必须是在演讲 那男士呢 尤其是能力型的人 力量型的人 在做手势的时候呢 有时比较强势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有所制约 你比如说像奥巴马的演讲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很强势 他在发表获胜演说的时候 他在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 但你看他的手势 没有像希特勒似的那种夸张 你看希特勒演讲的时候 他是很夸张那种动作 对吗 但是奥巴马讲话的时候 语言镇定沉稳 但是同时呢 他的手势呢 不是很夸张 辅度也比较小 这显示出一个领导人 他既镇定又有风度的那个情节 你看我们国家领导人是一样 你看胡锦涛主席在讲话当中 虽然语速很慢 声音很缓 但表达了一个强果 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和力量 所以你看演讲当中 他不是很夸张 他也不是很浮躁 所以任何一个场合 你要了解你的演讲的风格 跟整个现场要符合 这就是手势 那站姿也非常重要 通常演讲啊 我们的站姿呢 要分成几种 第一种 自然式的 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 当然不要站得太宽 太宽 你讲话的时候在那不舒服 有的人呢 这样去讲 不太舒服 有的人这样讲也不舒服 你看站得很紧 然后两个腿夹在一起 这样讲话的时候呢 你做动作不方便 与肩同宽 这样讲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运用自如可以动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前进式的 一脚在前 一脚在后 这种演讲方法好哪里呢 有的时候激昂的时候 你身体要配合手势前倾 大家还记得吗 反正向前的 向内的 向上的 都是积极肯定 乐观这样的意义的 你看可以这样 让我们一起努力 各位 大家一定会感觉到一种力量 在我们的身上寄居 大家一定会感觉到一种机会 已经来临 大家一定会感觉到 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机会 来到了 你看这种号召 有的时候呢 后一也可以 所以前进式的 自然式的 前进式的 那么演讲当中 在舞台里边 走动也非常重要 我的演讲会动 有时候我到这里讲 有时候到这里讲 有时候前倾 有时候会够到原来自然的状态 那么今天的演讲当中 避免演讲碎步 什么叫演讲碎步呢 他讲一讲在这里 然后讲一讲这里 在这动的速度比较快 频率比较多 讲的时候呢 大家无所适从 你说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不讨论行不行 如果不讨论这个事情 肯定不行 现在公司业绩下降 竟然对手紧逼 而且今天呢 我们如果再不出手的话 我们就坐以待毙了 你说大家要不要行动起来 你看他演讲碎步 晃得最后人心烦了 对不对 就听众呢 心神不定 被演讲者的引导 所以演讲走动当中 也非常重要 既要走动 又不要走动的特别频繁 要相对来讲 跟您整个演讲气势 达成一致 这就是演讲的体态语言 好了 演讲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 一个就是演讲当中的 文字语言 一个就是演讲当中的 有声语言 一个就是演讲当中的 体态语言 三者呢 要互相的配合 才能做一份非常好的演讲 那么如何来练习演讲 如何让演讲能够更出色 大多数人 都没有直接演讲的经验 也就是说 演讲不是天生造就出来的 可能会有些一权元素 可能会有一些先天的区别 但演讲最重要的是 后天练习而成的 在古希腊 那些真正注重演讲的 政治家 那些说客 他们在练习演讲的过程当中 科夫了重重的阻力 像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 德摩斯蒂尼 他的练习演讲是要口寒食子 面对大海 流了鲜血 在锻炼他的演讲 今天很多人在演讲 人工当中负责很多心血 你看到在台上 他呢 光辉灿烂 伟大的时刻 是背后流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今天在演讲当中 如果说有秘诀的话 就是琴学 多练 把握任何一个说话的场合 让你的演讲呢 从不会到熟练 从熟练呢 到优秀 那么演讲当中 如何走过这个过程 通常来讲 我们有五个最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照本宣科 请问各位 这个会不会呀 照本宣科什么意思呢 就是拿到一个演讲稿 在这念 比如说 我拿到一张纸 我就念 我们在学校当中 学过叫朗诵课文 对吗 我就念就可以了 拿着去念 念的时候呢 要注意 先要清晰 准确 把这个字念出来 第二呢 要学会断句 第三呢 要了解里边的逻辑关系 第四呢 才有你的声调感 比如说声调的高低 还有节奏感 强弱 还有速度感 快慢 然后最后念得很熟练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死记硬背 作为个演讲者 要想有一个很好的口才 要想做一个非常棒的演讲 一定要记住一些东西 在演讲当中呢 要准备好的这些段落 比如说在演讲整个文字语言 我们有开头 有中间的主体 有中间的结尾 里边重要的段落的时候 你要背下来 比如说我们讲努力 什么是努力 努力就是用肩扛 用头顶 用生命的力量 托起超过复合的东西 才叫做努力 你看这句话 你要把它记下来 逻辑关系一点都不能差 差一点都不行 我换一个说法跟你讲 什么叫努力 努力就是你得用肩扛 你还得用那个头顶 努力的你得用力 用你的生命 最大的力量 把那个东西顶起来 有方法那个意味了吗 没有 所以平时一句话都不能差 什么叫努力 努力就是用肩扛 用头顶 用生命的力量 托起超过复合的东西 才叫做努力 哪怕一句话 你要把它背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配合你的文字语言 有声语言 写在一起 一次练不成没有关系 平时那么多跟你说话 你跟他分享的他都来讲 比如说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 讲到了 你说以前 我对努力不太理解 现在我才理解 什么叫努力 努力就是用肩扛 用头顶 你突然就忘了 第三个词什么了呢 你跟他讲什么没关系啊 就是生命的力量 把那个东西顶起来 那叫努力 当你回去就想 哎呦 我一看那赵本全哥 我一看 哎呦 你可以看艾玛老师的碟嘛 这里边有精彩的段落 一看 哦 他是这么讲的 回头你第二天 又找到另外一个人 你说我今天呢 很有体会 我以前不懂 我看了艾玛老师的DVD 我才知道什么叫努力 努力就是 用肩扛 用头顶 用生命的力量 托起那个东西 才叫做努力 哎 你回去讲的 怎么又不对呢 托起那个东西 艾玛老师没讲 托起那个东西啊 你回去一看啊 照稿 因为你要死经被嘛 啊 原来是托起 超过复合的东西 超过身体复合的东西 你就了解了 第三次再找那人讲 什么叫努力呢 努力就是 用肩扛 用头顶 用生命的力量 托起超过复合的东西 才叫努力 成功了 所以所有的演讲 它都有一个 不断的演练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回去再看 照着讲 一开始 你就是模仿 模仿这些精彩的段落 所以照本先刻之后 第二就死经被 把重要的 你喜欢的片段 完全的扶持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 做最有用的好员工 还有让新员工 更好工作 还有努力工作 里面都有很好的精彩的 这样的段落去演讲 你反复学 反复讲 模仿 然后跟着同事讲 跟着朋友讲 比闲聊天 张家长 李家短 说三道四好多了 各位同意吗 跟朋友分享一些 非常有价值的理念 这样就把演讲能练好了 所以第一个是 照本先刻 第二什么 死经被 第三个 当你正式出现一些场合 开始演讲之前 有一些场合 是不能要你拿稿念的 会影响着沟通 人在看稿的时候 眼神 是落在纸上 不是落在 听空那里 这会影响沟通 有的场合 当拿稿的时候 会限制你的发挥 有的时候 拿稿的时候 不能够要你 把整个文字语言 有声语言 跟体代语言 很好的组合好 所以他需要你脱稿演说 第三个阶段 就进入了脱稿演说的 准备阶段 我们叫提纲切列 就是说 你今天演讲的东西 你大概列一个题目 你比如说今天 我在录制这个节目过程当中 你看 我也做了准备 我今天讲的 都在这个两张纸里边 我列了一个纲目 叫提纲切列 但是我讲的内容 远远比这两张纸 还有多 各位同意吗 但是我列出一些纲目 在演讲当中 如果你忘了 你可以在这 看一下 提醒一下 比如说有很多人演讲 有个讲台 放一个东西 有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拿一张纸 一开始演讲的时候 你不能完全偷稿 你可以拿两张纸 讲一讲 可以稍微看一点 如果不是非常正式的 政治性的演讲 有的要求你必须照稿来念 除非这种场合 你可以拿着一些稿 但你不一定照稿念 重要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种方式就进行演讲的第三个阶段 提纲切零 任何场合 只要有一点点提纲就可以了 当然有的人呢 也比较喜欢把它写在手上 写在手上 一做手势 就看到了第三条 但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呢 不是主流的方法 你写在手上 你万一这样做一个手势呢 大家看啊 原来秘密在这里 就公开了 看到了 所以 在提醒当中 七纲七零 有一个提纲都没有关系的 这第三步 第一个 就是要 照本 宣科 第二就是 此计 应背 要不要记一些好的段落 好的演讲的篇章 要不要 哪怕一句话 把它背起来 因为有时演讲 需要引用明言 景句 把它避下来 第三个什么呢 提纲 切零 第四个 才做到胸有成竹 连稿子都不用了 把它放在这里 就可以了 但我今天也是给大家 做一个示范而已 如果不需要的话呢 我这个不用 因为讲了这么多年了 可以胸有成竹了 因为不管是做 培训的课程 还是指导员工 如何具有 口才表达的能力 如何进行有效的公通 已经有26年历史 不需要这些东西 可以胸有成竹 到胸有成竹这个阶段 你可以针对 任何一个演讲 来发表讲话 比如说 不同的场合 你事先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你经过了 照片仙科 死经被 提纲 气领 这个阶段 在各种场合 你都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所以你会胸有成竹 胸有成竹的人 会科夫 掩受恐惧症 胸有成竹的人呢 他恨不得有这样的场合 把他平时累积的 好的观念 思想 方法跟技巧 知识跟信息 好保留的奉献给 面对他的听众 所以胸有成竹呢 既是一种自信 又是一种心态 又是准备之后的现场 这样一种真正的付出 所以胸有成竹的人 起源于之前的准备 反复的演练 才有现场的发挥 最后 做到演讲的 第五个最终的阶段 叫出口成章 任何场合 他讲起话来 都能够侃侃耳谈 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 倒挂长江 就达得了那种特殊的境界 那么今天 我们在构造一篇 演讲稿的时候 这就属于你的文字语言 今天在练习你声音的时候 如何运用 并且借助节奏感 速度感跟声道感 这就是练习你的 有声语言 在你练习你的眼神 表情 手势 姿态 动作声 站姿的时候 就你的体态语言 然后把三则整合的一起 就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演讲 那么当我们具备了演讲的基础之后 我们接下来 如何运用你所学到的知识 运用在你的职场当中 我们下一讲呢 再跟各位一起来探讨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